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申癸有癸丑 仁虚 这是一个难免 他是在提问说 这个八字接下来两个大运 丙子丁丑 是不是都是笔结夺财 很多人很喜欢就是用了名词解释 所以只要看到笔尖结财 就说他的这一个运 就准备要大破财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老挂一句 一切看五行流通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本命 论鬼水申甲木 地支为戌土 丑土 申申有金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从这里面去看他的八字 并没有财星 官运其实算不错 这时候他担心的丙子大运 丙子大运 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什么 论鬼水 申甲木 申丙火 地支子丑和 所以为戌 申申有金 我们可以知道 进入了丙子大运的时候 他的财星是出来的 可是相对而言 他的官星少掉了一个 所以他的官运会差那么一点点 好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丁丑 又是如何的情况 天干丁丁丑 剩下回水申甲木 地支 叙土 丑土 申申有金 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进入了丁丁丑 财运并不强 可是他的官运变得还不错 所以各位 从这边你就要知道说 不是用名词解释 你是要看五行流通 他的表现是怎么样 不然的话 你都说这两柱 都是劫财 都会能夺你的财 可是实际上 一柱是财运很好 官运很差 一柱是财运很差 官运很好 所以他们并不是都是同样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批八字还是要看五行流通 并不是名词解释 套上去而已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